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新时代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指明了前进方向 确立了行动指南 这个报告是党和人民智慧的接近 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华人请华人士 欢迎收看今天的谎文大直播 我是田彤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闭幕会上表示 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新时代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中共二十大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详细内容马上把现场交给在中共二十大凤凰北京直播时的主持人 吴小丽来做进一步介绍 小丽晚上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谢谢田彤 中共二十大22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上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并且通过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十九届中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十二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上选出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其后率先表决 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现在提请表决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会上没有代表举手表示不同意或弃权 决议获得通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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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大会并表决 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现在提请表决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会上没有代表举手表示不同意或弃权 决议获得通过 没有 通过 大会之后表决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现在提请表决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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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闭幕会上表示 各项议程已经全部完成 在全体代表共同努力下 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达到了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明确方向 鼓舞斗志的目的 这是一次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 团结奋进的大会 习近平表示 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对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行了战略谋划 为新时代 新真诚 指明了前进方向 确立了行动指南 这个报告是党和人民智慧的接近 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又说 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揭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意义 宣示了党 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 推进党风连阵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 习近平表示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 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和完善党的建设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明确要求 而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集中了各地区 各部门 各条战线 各个行业 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 符合党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 习近平表示 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定要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建行全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表示 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埋头苦干 锐意进取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中央二十大的报告当中强调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同时也提到了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二十二号的代表通道的环节 有两名来自于教育界的代表 参与了与中外记者的互动 来自重庆的代表说 培养孩子立得数人要从日常点滴做起 代表通道上 来自重庆的二十大代表杨浪浪分享了自己 对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得的理解 他说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任务 是围绕立得数人来开展 而这也和家长普遍关注的 所谓起跑线有关 人生真的有起跑线吗 如果有起跑线的话 它在哪里 我们让孩子小时候把自己的事能做好 长大他才有可能担得起更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培养孩子立得要从这些日常的点滴做起 我想如果在这样的跑道 从这样的起跑线出发 无论他跑到哪里都是有价值的 另一名教育行业的代表是来自贵州省的乡村教师刘秀强 他也是2008年轰动一时的千里悲母上大学事件的主人公 2012年大学毕业后 应感受到当时乡民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轻视 他决定返乡从教 以自身经历改变乡民的想法 引导孩子努力学习 刘秀强说 十年来随着中共和政府对乡村教育加大投入 他的家乡贵州省望摩县的教育环境变好了 教育也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现在在我们县应该是全县最漂亮的建筑 和最好的环境就是学校 我们从2012年全县只有70个人考上大学 而到今年2022年有1300多人 每一个村至少有一名大学生 望摩县教育的发展 其实也是贵州教育发展一个缩影 教育彻底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让大三里的孩子有了更好的出路 作为一个热点事件的主人公 刘秀强说 他今后将继续扎根山区交出育人 也希望公众能够忘记自己曾经悲母上大学这个事件 而记住他作为大山深处的教师 这一个新的身份 凤凰卫视 吉红营火刘健 赵伟 北京报道 在二十大党代表的通道第二场采访活动上 中央企业系统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 董事长党组书记吴燕生 就中国航天发展的新计划 回答了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问的是吴燕生代表 想问的是关于中国航天发展未来的新计划 我们都知道 从天宫嫦娥到天位西河 中国航天是在一步步的创造着一个个的新的历史 想问下一步未来会如何进行科技的创新突破 早日的让中国建成一个航天强国 谢谢 那么进入新征程 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创新 一是进一步提高我国进入空间的能力 航天发展 就是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 航天发展的舞台就有多大 为此我们将对现役运载火箭进行更新换代 研制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和重型运载火箭 使中国航天发展的舞台更大更好 第二是我们将继续实施航天重大工程 比如我们将进行载人月球探测 月球科考基地的建设 火星采样返回 实施小行星探测等 通过这些重大工程 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三是我们将加快打造中国航天原创技术测源地 我们成立了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加大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力度 聚焦人工智能 先进探测 先进材料 先进动力等战略性 前沿性 颠覆性的领域 发力突破 引领航天发展 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更多的航天智慧 航天方案 航天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将会在23号中午12时许 同采访中共二十大的中外记者见面 复杭卫视将会带您关注 现在把现场交还给香港的甜头 好 谢谢小丽来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闭幕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名单共205名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71名 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共133名 好 我们下期继续关注更多消息 稍后见 我要回来 中共二十大代表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和中共二十大代表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十年取得伟大变革的决定性原因 也是夺取未来胜利的根本保障 二十大报告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要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不断提升管制能力和管制水平 中共二十大代表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接受人民日报海外访问时表示 回顾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联系近几年香港游乱倒置的历史性变化 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愈发体会到两个确立 使新时代十年取得伟大变革的决定性原因 也是夺取未来胜利的根本保障 两个确立是指确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 党中央核心 全党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罗慧宁表示 二十大报告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充分体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一国两制事业的高度重视 和对港澳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是推动香港从游乱倒置 走向游质极星的行动指南 必将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国人民的中心拥护 另一名二十大代表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表示 二十大报告中 党对一国两制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为新征程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援 提供了根本遵循 他认为 要站在党和国家战略权域高度 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 外国者之傲原则 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澳门事务 要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 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同意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管制水平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以及大部分问责官员 纷纷在社交平台撰文 祝贺二十大圆满成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二十大对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 制定了行动纲领 从战略全局上 对国家事业做出规划和部署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十大报告中 对一国两制实践做出的论述 以及对涉港议题提出的要求 为香港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二十大召开期间 香港特区政府首份市政报告 也正式出炉 当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 对香港提出的四个必须 和四点希望作为市政大方向 共同实践二十大精神 推动香港各界展现团结奋斗的新作为 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贡献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 此时同处历史新起点 意义重大 香港会深入学习二十大精神 在同时落实市政报告的新增程上 也将之融会贯通 让香港开创新的局面 实现新的飞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好的发挥作用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激励人心 坚定了香港人民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坚定了香港全体社会贯彻一国两制 建设好香港的决心 更振奋了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干境 香港律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 一国两制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经过实践 转折 通过多重的考验 展现了其顽强而丰富的生命力 是行得通的好制度 是值得长期坚持宣扬的好制度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透露 公务员事务局将就二十大安排相关培训工作 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公务员公布 他表示每个公务员都应该认识国家政策和国情 务求在工作岗位上积极作为 为香港谋发展 也在世界百年未建制大变局之下贡献国家 富汗卫视 季思青 香港报道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当局将在十八区设立关爱队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关爱队采用小对话管理 期望能够提供如清洁大厦等服务满足社区需要 另外李家超希望透过设立表扬榜奖励计划 鼓励公务员提高工作效率 而表现欠佳的害群之马则不能留下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十八区会设立关爱队 明年首级会在全湾及南区实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他对关爱队有很多想法 日后关爱队会是一支庞大队伍 但会采用小对话管理 强调最重要是以服务为主 我们用两个区去做理讯了 将那个模式再覆盖到另外的十六区 那我觉得是最好的 譬如那个团队 就是在当地的团队最知道的社区需要什么 三部大厦 我们是不是跟他们做清洁 管理一下 譬如某个地区的地方环境特别差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所以是百花齐放的 最重要我觉得是以服务为主的 时政报告提出 优化公务员管理制度 并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 李家超表示 希望透过表扬榜达到示范作用 也相信公务员得到赞赏 工作会做得更好 提升效率 市民会有所得意 我想分两种 一种是他很想做好 但很可能要人帮 我觉得这些应该帮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 的长项都是不同 最重要是他有一个认真态度 是好的 我们尽量帮他 但有些就是屡错不改 怠慢 或者根本工作的态度不移成 等等 这些我相信如果留在这里 对市民是不好 我们本来希望他达掉这个指标 他不做 他达不到 这些我们一定要处理 另外李家超认为 香港社会长时间累积了很多问题 但凭一份市政报告并不能全部解决 强调要为政策定立优先次序 期望以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回报 在青年发展方面 李家超则表示 希望青年发展蓝图 能帮助年轻人在读书 到建立家庭的阶段 包括学业 创业及志业等多方面 提供帮助 当局已就青年发展蓝图举行多场咨询 也可随时加入不同意见 凤凰卫视 王金璐 香港报道 李家超在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要兴建 简约公屋 特区政府表示说 首批简约公屋单位 预计在明年申请拨款后动工 并在2024至25年落成 当局又指虽然简约公屋配套不及传统公屋 但是环境肯定比汤房等不宜居住的住所要更好 在香港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 特区政府在未来五年会清建三万个简约公屋单位 目标是把公屋的平均伦后时间从目前的六年减少到四点五年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 目前已经有五到六块合适用地可以清建检约公屋 幼稚虽然检约公屋的配套设施比起传统公屋少 但无论在管理安全等方面都比起摊房等不宜居的居所更好 劏房的居住环境一般管理一般都不是很理想的 有时我们说的门口都很单薄 有门的门的门 它很单薄的 其实如果你跟劏房朋友谈过 你会知道 特别我比如说一家人在这里住 有小朋友的 其实很担心的 在照顾上 始终劏房住的那些人走来走去的 管理不是那么好的 但如果我们来简约公屋的话 我们会有很完善的管理 是一个很稳妥的单位 你变成在安全上我们会做得很好 出席同一个节目的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提到 简约公屋会提供单人、二人及家庭单位 也会预留居民互住空间 而家庭单位就会比较靠近市中心的位置 家庭单位我们会有 但是一人的单位、二人的单位都会有 我们有时看到要看一下国别地块的位置 尤其是市区那些可能家庭会受欢迎一些 因为小孩要上学、上班 所以可能在一些市区的位置 我们可能尽量大一些的单位会多一些 何永贤表示 预计2023年第一季会向立法会申请拨款 希望第一批检约公屋可以在2024到25年落成 并由特殊政府主导营运 以交标的形式 由机院机构提供管理及保养等服务 特殊政府会邀请已经轮候公屋 超过三年的申请者 在由机院机构挑选合适的申请节入住 凤凰卫视林浩贤香港报道 香港环境级生态局局长谢展环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和民政级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今天召开记者会阐述施政报告相关措施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到 教育局将于今年内推出教师专业操守指引 具体说明教师需具备的专业和个人操守规范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 有关指引的草稿已经完成拟定 并通过交点小组的形式与持份者商讨做出优化 预计指引会在今年年底前推出 我们希望能够与时并进 回应社会对老师的期望去守护我们的专业 所以当中会很清楚列明老师应该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违反了专业操守 有一些什么严重的不能够接受的红线 我们也都会在里面希望让老师能够第一 清楚社会对自己的期望 也都是大家共同去守护专业 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 施政报告提出成立的地区关爱队 将会经过初步领选以及建议书评审后再委任 明年手机会在全湾河南区试行 他表示区议会是地区咨询架构 关爱队是服务架构 两者职能不会重叠 当局将会公平处理有意申办地区关爱队的团体申请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 由副政务司长领导的地区事项统筹组 由本届特区政府上任至今 已经打击超过600个卫生黑点 目标在明年年底前 可以消除七成半的黑点 同时会争取数换黑点减半 谢展环指出 当局未来也有多项改善环境的计划 包括研究提高乱扔垃圾和阻截罚款 规管装修以及叫卖的噪音等 凤红卫视 崔可军 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来关注民生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德国总理舒尔茨21号对媒体确认 他将于11月初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 随行的还有一个德国商界的代表团 那么这将是自新冠疫情以来 西方七国集团和欧盟首位访华的国家领导人 德国总理舒尔茨21号出席完欧盟峰会后 举行记者会 他表示 来华访问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 经过讨论 德中双方已经敲定了日期 访问将在11月初进行 舒尔茨这次访华将与一个德国商界代表团随行 他称这是惯常做法 另外他未透露是否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同来访 在记者会上 舒尔茨驳设了外界围绕中资入股汉堡港口的批评 强调中资入股港口码头已经在多个西欧国家具有先例 21号的欧盟峰会也探讨了欧中关系 舒尔茨表示 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想与中国脱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 墨西哥的一些政党组织和议员等人士 纷纷发文祝贺 称20大必将给中国和世界发展带来一处 墨西哥参议员纳罗 在墨西哥主流媒体协风报 发文祝贺中共20大胜利召开 他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民主进步 确定国家发展方向 纳罗也赞扬中国近十年来 在民生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 他表示中国经验向世界证明 新技术不只是为了服务大公司 还可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福祉 这一点值得墨西哥和其他 在拉丁美洲国家学习 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 海因斯发文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致辞具有全球意义 并且表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唯一一个促进21世纪 中国和人类未来进步的连贯 可行的历史规划 墨西哥宏观经济杂志主编西门尼 在其杂志上发表评论 引用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强调中国是现代化不同意建立 在掠夺战争流血基础上的 西方现代化 是基于独立自主和平道路 国际合作的现代化 为全人类提供了新选择 此外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 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 也都发表赫信 称中共二十大的召开 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赞扬二十大报告 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来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的 生动而真实的一刻 凤华卫视江美俊 墨西哥城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21号 就乌克兰人道问题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表示 文物冲突持续加剧 让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压力 中方呼吁冲突方保持克制 避免加剧对抗 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合作 共同维护粮食 能源 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安理会21日 就乌克兰人道问题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乌克兰地面冲突 近期持续加剧 人道局势不断恶化 中方对此深感忧虑 中方强调 国际人道法是冲突局势下 各方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核电站 桥梁等基础设施 不能够成为军事袭击的目标 核电站 能源管线 桥梁要道等关键基础设施 对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 具有重大意义 不应成为军事袭击的目标 当时各方均应保持最大克制 避免采取加剧对抗 导致误判的言行 防止冲突 进一步升级扩大 滑向更加危险的边缘 耿双表示 国际社会应防止冲突 长期化 扩大化 复杂化 全力减轻冲突带来的人道后果 实施全方位无差别的制裁 只会让危机扩大 他呼吁国际社会消除经贸合作 所面临的政治障碍 维护粮食 能源等的稳定运行 在全球化时代 实施全方位无差别的制裁 只会加速危机传导 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让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饱受冲击 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 共同维护全球粮食 能源 金融市场 稳定运行 耿爽强调制裁施压 集团对抗 政治孤立 无法解决而无危机 各国需要把重点 放到劝和促谈和政治解决上 中方也将继续为劝和促谈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凤红卫视 陈英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二十一号下午 启程前往巴林和沙特阿拉伯 向中东市场介绍 香港的最新的经济和金融发展 加强香港与中东地区的 金融商贸联系和合作 挖掘潜在商机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将在二十三号和二十四号 访问巴林 期间会与当地政商领袖会面 介绍香港经济和大湾区市场的潜力 促进两地的经贸和投资联系 二十五号至二十七号 则将到访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出席第六届未来投资 倡议大会 今次的目的主要就是 在那里主要有一个 金融的未来投资倡议的大会 就会见到世界各地 有很多金融界的朋友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可以促进香港和他们的互动 和中东地区和我们的金融经贸联系 招商认知 同时间也都借这个机会 说好香港故事 陈茂波将于二十八号下午返港 在他离港期间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会赞待其职 凤侯卫视王金路新闻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 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正是时隔七年 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到访越南 古特雷斯与越南国家主席 阮春福一同主持 越南加入联合国四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 越共中央组书记阮富重 二十一号下午会见到访的古特雷斯 今年是越南加入联合国四十五周年 双方认同 此访说明联合国重视发展与越南的伙伴关系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主席府 欢迎古特雷斯到访 两人拥抱和影留念 之后举行会谈 阮春福表示 越南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 希望联合国继续为越南建立政策体制提供咨询 越南当选了2023-2025任期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古特雷斯高度评价 越南多年来 这地消除贫困 保障平等教育 和自由言论权 以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他表示 联合国将继续优先帮助越南实现各项发展目标 支持越南未来承办涉及海洋事务的大型活动 阮春福和古特雷斯还共同主持 越南加入联合国四十五周年纪念会 越南1977年加入联合国 阮春福致死时 感谢联合国帮助越南的战后重建 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支持越南实现革新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 古特雷斯至此时表示 越南多地正遭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 若没有更协调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到2050年 越南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可能会增加50倍 线越期间古特雷斯还分别会见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 国会主席王婷慧参观联合国驻越南办事驻 和水文气象总局 了解气候变化对越南的影响 23号离开越南结束访问行程 凤凰分析是国防人士 来应该的报道 伴随着美国投资者的加薪预期 有所平缓 本周五美股强势拉升 这让华尔街三大股指 本周累计涨幅 创下自今年6月以来的最佳表现 本周华尔街三大股指均录得周内上涨 道指标普500指数周内累计涨超4% 纳指涨5.2% 其中能源原材料和科技板块零涨 本周美股在大幅震荡中走高 公司业绩可圈可点 提振了出于超卖的市场 主要指数在关键的支撑区反弹 但美联储官员继续施放鹰派观点 市场对基准利率分值的预期 已接近5% 进一步推高了国债利率 阻碍了市场反弹的脚步 直到周五 权威的华尔街日报称 美联储有可能减少未来加息的弧度 而联储三方式分行行长也表示 正在思考联储应放反加息的步伐 国债利率高点回落 市场应声大幅走高 人员原材料和科技板块本周领涨 下周华尔街将继续关注财报季 尤其是谷歌等科技巨头的财报表现 另外市场还将密切监测GDP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等经济数据 下周公司的财报依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有三成标普500成分股将公布业绩 而科技巨头苹果 微软 谷歌 亚马逊的业绩更是重头戏 此外 GDP PCE 价格指数 个人收入与支出等经济数据 以及欧洲洋行的利息会议 也值得投资人关注 凤凤华卫视 陈飞飞 姚一伟 纽约报道 我们下期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下午1点17分 四川省甘兹州卢定县发生离市5.0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公里 震中是位于北纬29.61度 东京102.03度 我们再来关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 台湾在今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5654例 并且再多52人死亡 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当天新增35601例本土病例 与上周同期相比减少7877人 降幅18.1% 而新增本土病例主要是在新北市 占6386例 新增的52例死亡病例 是年龄纪会于20多岁至90岁以上 皆属于重度感染 那么其中一名40多岁的女子 无慢性病史 打过4剂疫苗 却在确诊当天死亡 那么另外新增53例境外输入病例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今天零点 香港新增5953宗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 5589宗为本地感染个案 其余的364宗是为输入个案 另外香港再多7名感染者离世 新增的本地确诊个案当中 1626宗为经核酸检测确诊的个案 3963宗为快速测试阳性个案 另外香港再多7名感染者离世 香港自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 共有10109人离世 卫生属于10月13号至19号 收到的做核实化验的本地样本当中 与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BA.4或BA.5 亚系有关的样本占到91.8% 另外截至10月22号临时零分 当局在香港的输入个案当中 累计发现132宗XBB个案 近期香港出现多例类鼻疾感染个案 那么全港已经录得31宗 当中23宗都是在深水部 共有7名病人离世 那么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 会不会扩散 有医生表示 类鼻疾人传人的情况罕见 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感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香港深水部的白田村 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盘 昨天香港卫生署也是发现 其中有四个泥土样本 都对类鼻疾病菌呈阳性反应 那么刚才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 居住在附近的市民 他们都对这种疾病的传染表示担心 没有人讲过这个东西 是怎么预防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都很想 因为我们三高人士来的 真的很害怕 尤其是三高人士 很容易会受传染的 都有点担心 特别是旧区里面 会比较多水管的问题 希望政府快点可以解决 和找到一个源头 在城阳性反应的地盘 部分泥土表面以扑洒熟食灰消毒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介绍 类鼻疾是一种 由类鼻疾伯克氏菌引致的疾病 与新冠病毒不同 类鼻疾属于细菌的一种 在一定温度和湿度下 无需宿主就会存在 类鼻疾在东南亚 欧洲等地属于风土病 香港每年也会出现类鼻疾病例 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 今年感染病例数高于往年 不排除与天气有关 我们在都市的环境 一般的风险就不是特别高 但是就是说 今年的天气又比较低 可能是在一个区内 有些山边又好一些地盘 有些开工的 有些泥土 湿润的泥土 是被一些这些菌污染了 有机会一个大量的增生繁殖 它是多数就是一些 譬如说是有很多的腐烂的植物 或者真菌的泥土 和一些静止的水 它就可以大量繁殖 至于感染风险 梁子超认为在都市生活的健康人士 感染风险较小 也不会造成大规模传播 而有基础疾病且身体较弱的高风险人士 只要保持屋内环境干爽 避免接触可能受污染的水源和泥土 勤洗手也可以达到预防效果 风宏卫视王雨婷 香港报道 而根据香港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 失业率由6月至8月的4.1% 下至7月至9月的3.9% 劳工处20号举行招聘会 提供超过3000个职位空缺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看一看招聘会现场的情况 今天由香港劳工处主办的这场照片会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包括保安 厨师以及大堂经理等职位 而我也在一家快餐店 看到了见习经理这样的职位 下面就随我一起去看一下 应聘一个见习经理需要哪些条件呢 您好 打扰了 我是想来应聘一下餐厅见习经理的职位 我想请问一下都有哪些要求呢 其实我们中午就可以了 那还要就中英数 有三方合格 那都可以的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大概现在见习经理的人工 可以去到多少呢 那都是15000字左右 15000左右 那如果是顾客服务 就是如果再读下去 做了下去 那就中午毕业就会高一些 有大学专业就会高一些 这样子 那么我想请问 如果我是非永久的香港居民 对于我申请工作是否会有一些影响呢 其实都没什么影响 不过最主要都是想 就是说广东话 我们工作都是要说广东话 对是 那么如果我现在逼教申请 我大概多久才能收到通知呢 两个礼拜左右 对了 那我们会转家回北厂 北厂那边都会回到京东的 好 那期待您的联络 好 谢谢 在这个快餐店见习经理的求职过程中 我发现商家并不是很看重文酒性居民的身份 但是在服务行业 能否将好一口流利的广东化 则是十分重要的 为期两天的招聘会 共有约48间机构参加 提供超过3000个职位空缺 其中8成是全职空缺 大部分月薪几乎11000港元至22000港元 九成以上的职位学历要求为中六 即高中毕业或以下 超过六成职位无需工作经验 我是做中港两地的 中港两地 所以local的人工我都没知道自己做不做到 那么要试一下 我其实都是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的税数问题 那么大家有没有影响 其实我是帮工友去运工 运工又运工 一些工商康复的工友 工商是一段过程来的 然后他们康复完之后 其实都可以重返这个职场 所以其实都想帮一下他们 找回他们自己都想找到的工作 招聘现场保安员 文员客服等工作都教授欢迎 但护理相关工作却鲜有人问津 顾主表示 有经验人士薪资水平在15000港币左右 但工作量因疫情增多 行业又吸引不到年轻人 都是招聘难的原因 应聘的人数比预期中少 人流上冷清了一点 通常当毕业的学生都比较少 有兴趣入互利的行业 希望可以多些人入行 无论在一些支援上 或者是在一个 可能是在一个互利的行业里面 也都有一个资历的阶梯 让可以被广泛的人都 或者年轻人可以看到 各个准性的阶胎 那变成是吸引到一些年轻人 去有旁 顾主指出 当局早前放宽输入外地劳工计划 对护理行业很有帮助 希望可以再有类似政策出台 凤凰卫视 王金璐 香港报道 越港澳大湾区 还有哪些新鲜热闻 一起来指导大湾区 越港澳大湾区核心工程 深中通道 21号完成了海底城管隧道 122管节的盛放安装 这标志着 深中通道权限 最后一节标准管节 顺利完成水下对接 深中通道至今已完成 31个管节盛放 进入了施工的最后冲刺阶段 深圳发布 2022到2023年 加快罗湖深港 深度融合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 聚家基础设施联通 人才交流畅通等六大方面 提出了45项具体措施 方案以口岸片区为核心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 形成深港深度融合发展 若干应用场景 其中罗湖口岸升级改造 被列为实施方案的首个项目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20号亮相第27届 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合作区在澳门馆内设置展区 以视频和图片的形式 向海内外参展商展示 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工业 介绍合作区以出台及即将出台的 政策举措 并为航情企业提供业务展示 及商业洽谈空间 2022中医药数字化全球高峰论坛 在澳门开幕 论坛为期两天 以中医药质量及中医药数字 信用科技为主题 邀请了国内外众多中医药领域 专家学者出谋划策 旨在推进中医药事业 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文 节目的最后凤凰记者带您去看 也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天同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再会 日本专家称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 经济发展取得丰盛成果 国家建设顺利进行 新上任仅45天 特拉斯20号宣布辞职 成为英国任职时间最短的首相 任何一个保守党的首相 他在施政的时候 都面临了很多的约束 搞定不了党内的矛盾 搞定不了全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就下来 幸福大赛减压体验活动 希望通过充满趣味性的互动问卷 和丰富多彩的活动 帮助市民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 香港人觉得自己开不开心呢 很开心 我觉得幸福很简单 回家和家人吃一餐温暖的晚餐 已经很幸福了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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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